第三個9 體 飼氧化二氮与二氧化氮的反應是如下 今天 老師將二氧化氮氣體灌 入燒瓶中密封 常溫下放置一天後 下列敘述合則正確 這還是一個可逆反應 還是一個動態平衡 不斷地會有飼氧化二氮變成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也不斷地變成飼氧化氮 所以瓶中是同時存在飼氧化二氮與二氧化碳的 這在老師帶過活動中強調過這一點 所以选项A说仅有四氧化热氮是错的 选项B说仅有二氧化氮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根据热杀热的原理 取有余补不足 如果我们把它放入热水中 热量会变多 然后反应会朝右 会生成二氧化氮 前一小题已经知道 二氧化氮是红棕色 所以红棕色就会变深 那如果我们放入冰水中 那我们热量会变少 那么取有余补不足 少了像人家要 反应就会朝左 逆反应会增加 那四氧化热氮是无色 所以颜色会变浅 所以选项C说 用热水浇注烧平 温度升高 红棕色变深是对的 而选项猪说 放入冰水中温度降低 红棕色变深是错的 所以39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用热水浇注烧平 使温度升高 红棕色变深